活動以義勇紀為命名 強調當年先民保衛鄉土的逆迫 以及忠勇精神 藉此來喚起大眾 對於最段歷史的記憶以及敬仰 桃園2024 以為客家戰役文化紀 在本週六就要開始 那麼今年的主軸是義勇紀 也就是我們紀念 我們義民忠勇這樣子的精神 所以以這樣子的名稱 那麼這一次的活動 7月6號禮拜六晚上 我們是有一個結合音樂跟舞蹈的 一個大型的表演的晚會 那麼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呢 是給暑假的小朋友參加的一個營隊 總共有五場 那麼這個營隊裡面呢 我們結合了包括空氣槍的製作啦 然後彈弓的製作啦 還有教小朋友怎麼樣雷戰鼓 讓小朋友都能夠參與到這樣子一個氛圍裡面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有兩個禮拜的走讀 也就是說我們把桃園在以位戰爭的時候的 四個大戰場 我們把它融合在這樣子的走讀的行程裡面 那麼結合了歷史結合了文化 可以讓大朋友跟小朋友都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客家 一名的歷史 今年推出了系列創新體驗活動 提供不同年齡層的民眾來參加 更是將平鎮在地景點 結合實際轉光活動 辦理了義務再出發城市走讀活動 這個物資車是我們富科 在1895以位戰爭的時候 我們這個為部隊 為這個前線的部隊來運送物資這樣子的車子 那麼這個車子在我們每一場的走讀跟晚會 都會到現場 那麼來展示我們客家的特色商品 那歡迎大家來參觀選購 活動現場也規劃豐富的特色市集 實境轉光 水上劇場等精彩的活動 也是和大小朋友在互動體驗過程中 深入認識到以為戰爭的歷史背景 記得連結封 產品報導